好,这个卡奴台风摇摇摆白白的慢慢走 外围环流又再度为瑞瑟乡文丹佑带来雨水滋养 也大大提升了文丹佑的品质 如果没有问题,农民表示 最快8月20号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农会也已经展开文丹的促销推广工作 协助农民有好的农产经济收益 受到卡奴台风的影响 瑞瑟赫甘文丹佑专区上空一片雾灰 闷热的天气文丹佑农为文丹佑补水降温 期待台风降雨滋养大地 文丹佑比较怕的就是在采收前两个礼拜 突然降好大雨 造成文丹佑会变得果皮比较厚 也会产生内部裂骨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次的台风索性并没有经过我们花莲地区 因此对我们整个花莲的文丹佑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 近两三年来 酒汉少雨以及持续节气的影响 冲击文丹佑的产销 上周柴岗远 雷德杜珠瑞台风外围环流 在瑞水地区降下超过400毫米的雨量 让正在长肉的文丹佑树获得充足的水分 现在凯如台风摇摆漫步往北飘 风雨影响较小 我们这次文丹佑在将近一个月就可以采收 那因为这次有配合我们这个农改厂 这个做早收计划的一个处理 那因此我们的有50公顷的文丹佑 大概可以提早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来做采收 对文丹佑农来说 今年的文丹佑要水有水要阳光有阳光 可说是风调雨顺 若没有问题 最快这个月20号起文丹佑都可以陆续采收 农会也已经展开文丹佑相关促销推广活动 协助台湾文丹佑进军国际市场 增加农民的农产经济收益 接着是玉兰对此采访报道